在美国要如何的订酒店 这个尤其是要自驾游 自己要自由去旅游的话 这个功课真是要做足 像在这边到拉斯维加斯 到旧金山 到圣地牙哥 很多凤凰城 这些地方沿途的风景 你要先算好 你自己开车的速度 然后你看看这些酒店 看看当地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捷径 这些事情 很小的细微的事情 要特别的注意 只要自己把前后时间 把酒店事先都预定好 不要临时再改变主意 然后你要预算 我大概今天 大概几点钟 我会到那个地方 情愿早到一点 因为有的酒店 需要规定你 要几个小时以前要到 或者几点钟以前要到 因为以前也有一个经验 他就是说你九点钟以前一定要到 你九点钟以前不到 他以为你不要了 他自动就把你这个房间 就赶快卖给别人了 所以这些事情 在订酒店的时候 事先都要看着很多小字 在网路上面 有些什么注意的事项 要看得非常的清楚 还要提醒一点 还要提醒一点 订酒店千万不要临时再更改 改来改去 有的时候 它为什么有的时候价钱 你说 当时订的贵 后来现在看到有个便宜的 我跟你讲 它都一定有它的道理 它贵一点的话 可能包括了停车 有的很便宜 但是你停车 在那边停一晚上 还要另外再交三十块四十块 所以都要看得很清楚 要在Google做功课 要做足 要注意 而且万一你停 很多四星级酒店 它停车通通都要钱 就要事先在 你在订 那个网上订的时候 它有的时候 它这个小字 很小的字 你没有注意看到的话 你到了那边 你就会真的很生气 那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他们也有叫view 就是说你从你的房间 可以看到风景 跟没有看得到风景的 这个价钱也不一样 另外还要提醒一点 就是说现在美国 其实你上网的话 好好做功课 那个很多很好的网站 它就是说你 如果你在坐飞机 到比如说波士顿去 那在波士顿的话 你要订车 租车 然后再加订酒店 它就会有一个 很好很好的价位 然后呢 还有一些优惠 那个租车的时候呢 比那个保险 保险车子的保险还便宜 那一天可能只收你15 25块20块钱都不到 所以这个都是有些 有经验的人跟我讲的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说 你订的这个酒店 距离你要去的这个景点 这个距离这些功课 都要先做做好 这样子的话呢 你节省很多的时间 然后又很安全 这些预算好 从酒店到那个景点 从那个景点 然后再到下一个景点 这些东西都是要做好功课 事先现在Google啊 什么网络上面 都可以非常的容易 就把它做好的话呢 就不会吃亏 尤其很多网站 或比三家不吃亏 多社区一点 不要太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